这一局也挺好看 这两个人都是技术方面都非常全面的一个球员 所以说他们打的应该会比较激烈 还是蛮期待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不是特别看好小谢 这种单挑的这种比赛基本上没怎么打过 而刘逸呢他参加了很多民间的单挑活动 他的这个体重要比谢历史要重 各方面都比谢历史要有优势 比赛开始 COBA学院派的顶级对话 山科北体 漂亮 哇 谢历史今天手感来得真快 开局变相干拔的中距离就有了 2比0 三次 刘逸这个简单的上篮围继 小谢你防守啊 你要不防守 我怎么敢用你在场上 没关系 再来防守 从防守做起 来了 漂亮 这个突破我真闹 今天手感来得太快 谢力时打得非常灵巧 非常聪明 一直在做假动作迷惑 迷惑刘逸 然后寻找中距离出手的机会 刘逸 右侧的突破 好的 交换球权 内线强撤 刘逸的防守并没有漏 谢力时高难度的一个底线的后扬 加油 刘逸拖转身假动作 扛着防守人打进 身材上刘逸有绝对的优势 4比6 刘逸还落后2分 确定时 没机会 这个球没有能够成功的把刘逸晃起来 别老挺球啊 再来看刘逸的进攻 转身幅度很大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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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逸的进攻能力摆在这 谢力时要防比较难 开场的优势被追平了 谢力时得抓紧得分 手不动 这点没尝尽 刘逸 刘逸 观察 防守 非常稳 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 一个篮不同 全是拦一下小转身 刘逸非常清楚自己的进攻优势在哪里 发挥你优势啊 小夕 脚步快 节奏好 感觉打得太过于周期了 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完成得分 要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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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干拔 来了 又一个中投 谢力时召回了手感 追平几分 百八百中 干净力度 刘逸 强起 刘逸这时候拿到了十分 谢力时也仍然有三分绝杀比赛的机会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手手 扶双手 选择突破 身体对抗上 谢力时还是吃点亏啊 对手 手 漂亮 谢力时 反手过掉 双方都是手握十分 你要防住啊 防住一个才有机会 究竟谁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呢 加一 加 刘逸 是否能够把握住这次的进攻 只要能够打进 比赛就结束了 考验他的心理素质 以及 场上的对于局势的冷静的应对 转身 右手的上篮 开始打自己的最擅长的方式 没问题 刘逸 利用自己 娴熟的篮下脚步 和犀利的突破 拿下了这场比赛 小谢 你在场上 不是说看你这个身板的有多硬 而是看你这个心有多大 这刘逸一突进去 你就躲了 不敢对抗了 你这哪行 好吧 这一局 刘逸晋级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